表现来看的话应该还没有恢复到最佳 主裁判关兴 车县全场比赛开始到少阎 腾影体育为您带来的2021年 燕镜啤酒中国足球杯半决赛首回合的较量 上海湾的德比大战 由上海生花对上上海海港 通过比赛的进行来看的话 现场的草皮质量确实并不是特别乐观 看看右侧李申源来了 这个右边打得太活了 李申源在船中 后连有艾迪这边头敲 1-0开场8分钟 李文君在后面冲顶得分 两个边异位之间经常有这种连接 这个是上岗队我觉得 海港队跟我们留下最大的一个印象跟变化 是啊 这个级别的比赛 你打一个中场无边的阵型 这左边的防守白运 一个人扛不住啊 这8分钟已经被对方三次利用了 路上的变化 后来曹云定打的比赛相当来说偏少 看个对次反击战 保利宁要给左侧 奥斯卡 奥斯卡面对两个中尉 那些再挑好球 有机会 停 打完 2-0 2-0 第一时间处理下半没有举棋 杨世元也进球了 奥斯卡在对方进去里边精彩的跳船 深花今天的防线失误 我们看对吧 还是左路出问题 两线之间 看有没有越位 应该是 没有没有 好球好球好球 打的也轻巧 对对对 好球好球 船跑的线路非常 真漂亮 打了小门吧 再看我这个大师级的挑战 停 顺 增成也没办法了 这个距离 运气在指挥队友的这个防守战位 奥斯卡开起来 中路这个落点又有了 三倍零 李盛龙进球了 这是贺冠 贺冠进球了 不可能失去了悬念 你看贺冠这个位置没有人盯 他是从后边冲上来的呀 是 贺冠也 我在刚开始就说贺万一是对内身体素质最好的 这种球员居然没人防啊 这什么情况 他因为他踩 踩踩 对对应该打手发的 曹云定 在左侧 白俊上来 好的 两个人连线了 白俊传起来 猪禄 猪禄点上没人 投球 不漂亮 猪卫漏了 这个球居然冒顶了 叮咚 再看 船中质量确实高 哎呦 奥斯卡这冒顶 奥斯卡冒顶 奥斯卡冒顶也正常 直接顶了一个反弹 机会 吕文君上来 再给奥斯卡 奥斯卡进入射程了 来一脚 打手了 看不完第一时间没吹 右侧 阿波拉罕再来一脚 这球偏的不多呀 这球快发 孙世林处理球慢了 奥斯卡抢断 这是机会 奥斯卡 左侧有保利尼奥分出来 保利尼奥进了进局 等队友 保利尼奥调整 自己打门了 4比1 注意力 然后找一个空档 你看吕文君套着一下 埃迪往底线去补了 这球他打的脚法也挺怪的 是 哇 这球打真漂亮 是 还带着点外脚位 而且好像都没有角度的情况下 打出来一脚 你看这个时候边后卫 是吧 边后卫套 埃迪再给莫里诺 中路 还是穿地球 哎呦 好球啊 全漏了 反击 三打二 好球啊 到了机会 面对门叫大门 无比 85分钟 上海海港 打进第五球 领先四球了 哎 莫里诺拿球 哦 又摔倒了 莫里诺第三次摔倒了 今天 我觉得这个不单单是草皮的问题 对吧 他可能今天腿是不是就有些软 也没办法 嗯 海港队的五个进球 嗯 是吧 有四个是前场抢断之后 就地发动的更快速进攻 奥斯卡是 已经没有 已经 现在生化已经就没有平衡了 已经没有平衡 足鞋杯的历史上 当年那年这个 恒大和上港打是不是出现过 两回合打上4比4 你刚说完就又开始了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你提四场有三场 有两场出现这个局面 你说这一球 按说阿波拉罕确实该吃上牌了 这个时候到最后 最后的这个阶段是有的 对吧 我们看最后这个阶段是有的 就上手了吧 是孙世霖还是谁 孙世霖 哎呦 干嘛呢孙世霖 这个肯定是红盘 因为有些球员的 你看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冷静 包括赵明健一直在围着这个 拉架一直在围着这个阿波拉罕 还怕被踩到 其实有一圈还是 看孙世霖那一下 这个不光是红盘 还是要后边追加处罚的 对这个手臂 现在看看就是奥斯卡这个手臂 对吧 奥斯卡手臂有没有 他是拳头啊 孙世霖是拳头吧 是吧 还是什么 行 他要判罚了 看看吧 孙世霖奥斯卡一人一张 一人一张 可能两个人最后那一下 可能都有些动作 对 而且这个要追加处罚的话 是影响你决赛的呀 对吧 需要用一些场上的一些判罚 是吧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比分定格在5比1 上海港的是大比分 击败了生花 赢了这场得比战 在两回的比赛里边 战得先机 这场得比赛里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